上下公车贴着感应器逼一下 在工厂产线透过荧幕操作设备 再不然来杯Cappuccino 生活工作中许多看似完全不相关的设备 其实都少不了MIT 因为人机界面中最关键的显示面板 不论是从单色到彩色或是省电的OLED 台湾都是各大品牌重要供应商 不同于其他产品制程 想要进入价值超过20亿的面板产品生产线可不轻松 光是确实完成空气浴程式门上贴的每个动作 就要耗时超过3分钟 就连记者手中的麦克风 佩戴的眼镜也是经过专门处理后才能带进产线 现在我们的产品最怕最怕吹发就是粉尘 抓灰尘是最困难的 在设备里面是零 所以不能有particle在里面 只要有一点粉尘非常维系的粉尘 就会让我们的产品失效 女生会化妆 所以说我们是眼镜化妆的 所以包括你的眼镜有没有带粉尘进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事 以连三个最怕 特别强调吹成的重要性 企业掌舵人廖玉斌说 这其实是付出高额代价后学到的经验 2017年2018我们的第二条线就已经run好了 已经架好了 那准备要投产了 就发现说这个良率不高 良率很低啊 这个20% 30%这样子 当年就亏损将近两亿台币 造成公司的资金的紧张跟紧翘 外面的产业风声雨雨 连我们的客户都很紧张 打电话来问说 你们公司有没有怎么样 会不会倒啊这样子 不想让传闻变成事实 企业重新规范生产要求 终于大幅提升良率 不再有一元赤字 同时也确认工业控制面板 这是MIT最适合切入的发展方向 现在你的手机的视角都很好 你看它的视角不好 它不好 可是呢 没办法 因为它就箱在这里 它没有办法一直更新 所以重点是耐用 未来我们在二线三线四线 都会利用这个的产能 大概可以做到二十几亿的营业额 能够化解当年的良率危机 不只从内部着手 对外像是供应商与银行团部分 廖玉宾认为 透明化则是唯一解放 我们就针对供应商 我们就请他过来 那我们就甚至于 把我们的商业机密 就跟他讲 我们还是持续有很多的订单 客户持续的订单 长期的订单 跟营养团也一样 也都是很开诚布公 把我们最重要的资料 都给给他们看 取信于他们 以最机密订单 争取到的缓冲时间 不光是让企业度过危机 当时所累积出来的品质优势 是近年全球面板产业 在出现多次供不应求 或是产能过剩的激烈波动 自家品牌还能长期维持稳定发展 年平均成长率超过百分之十 在一百多国 抢下一定市占率的重要关键 这个面板的颜色要亲自看 还有它的尺寸 所以这个视觉 是没有办法用电脑来取代的 回顾创业路 因为看好面板产品的发展潜力 并且分析各国市场后发现 全球超过15万客户群的 少量多样市场 也就是订购量低于500片的小型订单 是新创品牌最适合切入的利基点 成立就五个人 那五个人里面 我们就很注重这个国际化 就有开始做国际贸易的部门 那时候都还没有会计 我们就开始做了 确定目标后 廖宇斌团队就将老家四合院 变成新创公司据点 而工厂就盖在稻田间 虽然看起来有些寒称 但靠着精准掌握住发展契机 低阶面板一推出 立刻获得不少长期订单 这么多撒量多样 那如何你把它集中这些客户 集中这些产品线 你才能够对供应链 你才能够下单 所以我们就发展标准品 那这些客户的属性就是 希望它要用长期供货 而且要耐用 要很稳定 所以我们就有发展很多的这个经典款 第一年开发的16成额 今年第25年 它还在卖 击沙城塔标准品概念 第一年就让营收突破千万 到了第三年 快速超越2亿台币关卡 量少的订单 照样累积出高额业绩 这个好像是车表 这是我们帮科书准备的demo key 原本趁着低阶产品大获成功之际 廖玉斌准备要朝中高阶面板方向发展 没想到市场出现惊人变化 许多大型面板厂被迫出清 OLED产线 转换跑道 台湾在TFT的发展的势头 很旺的时候 想要一举超越日本 所以那时候很多的集团 它就投资 OLED 这个时候刚好又发现 TFT那个时候的摊提都结束了 所以低价的介入这一块的市场 手机这一块的市场 所以他们这个想要做的那个消费市场的 就忽然间就不见了 所以他们这个就没有办法继续 营运 所以很多的公司几乎啦 几乎都全部都撤退 市场激烈震荡 是跟着大厂同进退 还是选择保守经营 廖玉斌的决定出乎众人意料 两条线 想要卖 它现在降价降到3000万台币 我说哇 这这么便宜 那两条线价值是二十几亿嘛 我想说有抢到手 那我可以省下二十几亿的投资 所以我们未来有机会在OLED这个领域 成为世界的领头人 被其低中高面板产现后 台湾品牌不只将生产重心 放在工业控制面板上 由于市场预估 未来二至三年 全球车用显示器面板规模 将会成长到123亿美元以上 家电产业也有机会冲破900亿美元 这些都是MIT扩大全球市占率的契机 它产值呢 产值约增加8亿新台币 农家四合院创业 以超过上万件标准品 打进国际少量多样市场 面对全球面板产业波动之际 台湾品牌力拼工业显示器领头羊角色